各位,SFC和MD之间的主机大战 事隔多年我们回顾起来,仍然觉得血脉崩张 最终SFC能够胜出,其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 可不能否认的是,第三方在SFC平台之上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甚至独占作品,也是平台胜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比如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这款SFC版本的Street Fighter II 街头霸王2,也就是大家所俗称的八人街霸 就曾经在SFC和MD的主机大战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次听的分数永远我最嗨 黄毛小哥也被我deny 索尼克看到我也要跟我say hi 悬眼间是我的乒乓球拍 不管世界变化有多么快 我还是拿着gameboy的那个男孩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 哎,不对啊 街霸2也不是SFC独占啊 起了什么作用啊 可能诸位有所不知了 第一个呢 这个街霸2的最初的这个版本啊 副标题叫做World Warrior 世界勇士的这一款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八人街霸 不能选两个人对战的那个街机版的SFC版本 可以通过密技选两个同样的角色对战 街机版是不能选两个同样角色对战的那个最初的版本 然后移植到家用机之上呢 其实就只有SFC这一个版本 在当时的主流家用机PCE和MD之上 并没有这款八人街霸 而且大卖 所以对SFC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广的作用 那后来呢 世家也看到 这个卡普空也看到这玩意儿确实赚钱 包括世家这个哈德森啊 就NEC啊 也在拉拢 所以后来又有好多烦七烦八的版本 中间又有什么挂羊头卖狗肉的 又有什么暗渡陈仓的那个故事啊 就特别的丰富 因为比如说那个Turbo版 一开始也说SFC独占 后来又坏什么乱七八糟啊 很混乱的一段历史 这个呢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啊 现在还是先来聊这款SFC版本的街霸2 那这款游戏呢 因为一个主机啊 MD和SFC之间大战嘛 那SFC的初期是气势如虹的 因为有像马里奥啊 这样的作品的加持 任天堂自己的发力 在日本市场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阻力啊 大杀四方 在美国市场呢 SFC啊 长期落后于MD 所以这个时候任天堂也觉得 我们要维持主机的增长啊 你必须不断的有重磅的作品推出 但是任天堂再牛叉 那你完全靠他一个人做也不可能嘛 所以就要找第三方小兄弟帮忙啊 而当时MD 这个街霸2啊 在全球范围内街机版本 大杀四方啊 卖到好的不行啊 街机机版卖出都20万套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所以任天堂当然找到卡普空 说小老弟 你的街霸2是不是该登陆咱们的这个SFC了 你得发力啊 帮这个老哥一把 那卡普空当然二话不说 不仅说我帮你开发 用自己的人员去做开发 这个不容易啊 为什么呢 因为卡普空当时人数是很有限的 又要去搞阶级 要搞各种东西 就完全靠自己开发 不容易啊 像这个NEC 就是PCE上面 还有这个MD上一些卡普空的游戏 都是卡普空给代码他们 然后他们自己去做什么 世家自己去做一下啊 如何如何的 但是FSC的版本的这个街霸2呢 是卡普空的原班人马 内部人员啊 去开发的 所以最终素质还是不错的 但是 那多少要缩水 因为SF的机能比起街霸2来说 是不足的嘛 所以是要有缩水 但整体来说 移植的水准还是相当的OK 而且这个也是家用机 16位家用机上 第一个可以玩到的 家用机版本的街霸2 那街霸全球当时那么火 这个当然对主机起到了 重要的推力之作用啊 那后面的故事 包括这个版本啊 我们先不着急聊了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我手上的这个街霸2的卡带啊 看看说明书啊什么的 然后呢 咱们再来边玩边聊 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Super Famicom SFC版本的 Street Fighter 2街头霸王2啊 这是最初版的 这个等于是八人街霸 后面SFC也有所谓的这个冠军版啊 什么的Turbo版呢 就12人16人的也都是有啊 这个整个美术 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啊 龙啊 肯啊 桑吉尔夫啊 画的都很有特点啊 很有个性 反过来我们看看啊 游戏画面的截图啊 这个春丽正在胖揍鼓劣 还有呢 简单的这个背景的介绍 其实街霸系列啊 不仅是有背景设定 还有剧情啊 早些的时候我们都看不明白 都是要看官方的这个什么漫画呀 什么补玩剧情 嗯 OK啊 这个看看里边的 呃 说明书 说明书等一下 卡带啊 卡带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手上有三四盒 接把二的卡带 SFC版本的 因为这个游戏 当年的出货量巨大嘛 销量将近700万套 所以存货 存试量极大 也没什么好特别说明的 OK啊 然后回函 回函呢 就是啊 这个 你的对于什么操作性啊 说明啊 什么价格啊 各种满不满意 有什么想说的啊 喜欢哪里 讨厌哪里啊 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回函 回函啊 一贯的特点 那从现在大量的游戏 保有回函 就可以知道 其实当年的玩家 也很多人是不乐中于 计回回函的 OK啊 这个是说明书啊 The World Wario 世界勇士 哎 这个画风又是为之一变啊 OK啊 这个解约色的介绍啊 本田啊 龙啊 肯啊 春丽啊 古列啊 桑吉尔夫啊 等等等等啊 大家那时候叫他们什么呀 对吧 这个肯定就叫相扑啊 然后春丽一般也就叫春丽啊 小姑娘啊 或者什么的啊 这个我们一般喜欢拿狮子 这个喊这个 这个就一般喊这个摔跤啊 什么壮汉 什么这一类的吧 我有点忘了啊 这个喊他大兵 然后喊他长手 然后案件之说明啊 那其实SFC 虽然也是个六剑手柄 但是因为他R和R两个尖剑 放在这很不舒服 如果你把重拳放在这两个剑上呢 这两个剑 比如说放置其他的呢 会对雾压有些影响 如果你把这两个放 反正就是怎么都不舒服吧 不像MD的这个六剑手柄来的舒服啊 OK啊 然后这个基本的一些介绍啊 等等啊 游戏的画面的构成啊 这个对于熟悉街霸的人 也是不需要看了 基本的操作说明呢 然后角色的一些更多的介绍啊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在这个版本里是不能选的 把八个人干翻之后啊 七个人干翻之后呢 然后会出现这三位 这三位干翻之后呢 老景就要登场啊 韦家啊 或者这个英文名 这个韦家啊 这个老景在英版 就是英文版和日版中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OK 那也没什么可看的了 咱们接下来就实际的玩玩 这盘SFC版本的街头霸王2 然后聊聊他背后的一些趣闻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街霸2的世界里边 我们随便来几局啊 跟大家边玩边聊 那其实就是SFC这个世代的 十六位版本的街霸呢 各个版本啊 都不能称作是完美的版本 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缩水 也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每个版本都不能说是一切可击的 SFC版本是最早的嘛 这个八人街霸 或者MD是和PCE都是DASH版本 也就是这个冠军版 其实也不好直接放在一块笔 那MD啊 不是啊 这个SFC版本的这个街霸2呢 卡普空其实是下了大功夫的 当然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 把街机版本的这个感觉 原汁原味的带到家用机之上 但是呢 不可能完全做得到 FC这个SFC的版本 我觉得几点是不错的 第一个啊 它的色彩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它的色彩是各个版本之中 应该说是最好的 当然我说啊 不是同一个版本的街霸 其实也不好比啊 总之SFC版本的色彩不错 音乐也很棒 因为SFC版本的这个 SFC的特殊的这个音频芯片嘛 索尼定制的这个芯片 确实是音乐效果相当的不错 卷轴数也令人满意 也谈不上什么特别的 说什么吊针啊 有时候会吊一些 但基本上是OK的 还算是很爽啊 可是呢 其他地方缩水就比较多了 第一个是背景啊 缩水比较厉害 背景的人物缩水比较严重一些 像如果我们看一下MD版本啊 会看到它背景方面啊 什么很多人呢 动来动去 SFC版本那个基本上比较呆滞 然后克隆人的现象也比较多 就什么这个人跟那个人 长得一模一样啊 等等等等 这个也是SFC机能不足所导致 当然MD版本 也有MD版本的优点 缺点啊 MD的那个Dashpress版本 也不是世家自个人 也不是这个 看不通做的 也是外包出去很多内容 然后呢 有很多 当然那个版本很乱 因为还有什么这个 什么音效增长版本啊 乱七八糟的 这个以后再说啊 这个确实是一桩公案了 以后再说 那所以反正就说 不是每个版本都有它的问题 SFC的版本问题也不小 可是有些地方不错啊 什么 总之 SFC版本没法跟街机版本比 但在当时在家用机上 能玩到这样的版本呢 也令人满意了 而且我说了嘛 家用街机版本的这个 World Warrior版本 是不能够选 就是你选一个龙 我也选和龙 对战是不行的 你选了龙 我就只好选肯 或者我得选布兰卡啊 什么的事 不能选同一个人 但是呢 家用机版本是可以的 有个密集之后可以选 就跟后来的那个12人一样 就两个 两人都选同一个角色 只是颜色不同 也可以打 这算是他的一个啊 然后里边有一个 那个踢木桶的那个东西 SFC版本被搞掉了 没有啊 反正就是 有些不同的地方吧 总之呢 这个SFC版本还可以 问题就在于 其实我们当年啊 也没怎么玩过 SFC版本的 就是超人版的 这个G82 其实我们玩的也不多 我们还是玩MD版本更多 因为在家用这个 包机房里面嘛 就是MD多 SFC的包机房要贵 而且呢 SFC上面很多人都在玩这个 什么智力 所谓的智力游戏啊 当年我们叫RPG啊 或者前线任务 这种SRG啊 或者SRPG啊 这火纹啊 这一类的 好像玩街霸的人 确实不多 确实不多 街霸还是喜欢用MD版本 如果不是玩街机版的话 还用MD版本 因为MD版本 MD2的那个 六剑手柄 玩街霸是舒服很多 SFC的这个手柄 玩街霸啊 我不说嘛 这个剑位你怎么调啊 总觉得不舒服 尤其是R剑也就算了 尤其是那个R剑 就是左边的那个肩剑啊 一边搓 一边用这个 很不舒服啊 这开玩笑 你那时候要玩的多 可能后面练C手 得舒服一点 玩笑啊 总之我们那时候 MD版本玩的更多 SFC版本玩的 其实要少很多 所以也不好去 说太多了 那当年大家去玩 也是大家各 也是去街机房啊 也要去练 去包机房啊 也要去练啊 都希望自己能够 达到很高的水准 可是呢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啊 大家的水准 也都很糟糕 就是谁也没有练出个 就是我说我周边的朋友啊 当然 这个更大的范围 那有各种高手 这咱们都不用说了 说当年咱们这小伙伴之间呢 感觉你玩的好点 我玩的好点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都是一般糟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信息 真的很闭塞 也没有太多练习的机会 我们那时候 的确都有这样的梦想啊 就是如果能够在家用机上面 玩到街巴啊 什么的 那该多爽啊 可是真正后来能玩到的时候呢 其实玩的也不多 更多的是喜欢玩一些 轻版动作过关 像SFC上不是有不少 轻版动作过关的 卡普空的 像快打旋风啊 鸣将啊 这都有SFC的版本 对吧 其实我们那时候 用SFC玩四魂 我印象中还多一点 反正其实家用机版本啊 玩街巴二 如果要玩也是玩 因为后面都是更好的嘛 什么Turbo版 Super版本 SFC也有Turbo版 Super版 这么这各种版本 那其实玩的都不是特别多 所以你要让我说出太多的 当年咱们自个儿的故事来呢 其实也说不到 那时候还是选去街机房玩 去街机厅的那个氛围要好很多 而且后面街机都很便宜了 不合算呢 因为你想你去玩家用机 去比如说几块钱一个小时 去玩街机能玩更久 也玩的更舒服 氛围也更好 后面街坝还有那种什么改版的 什么翔龙啊 什么的彩虹啊 说一搓一堆拨的 我就说过好多次 这个军人俱乐部 那个什么军人小哥 将什么摇杆给拔将下来 把摇杆搞得就像那种质量欠佳的滚筒洗机一样 把这街机弄得抖动不止的 就这下街机厅相比更好 这家用机版本SFC版本我们玩的也真不是可别多 但是我玩的不多 不代表玩的人少啊 他卖的那么多 的确因为他是可以在家用机上最早玩到的 也最接近街机版本的这个作品啊 虽然很多人会喜欢把SFC版本的和MD版本 或者其他平台的版本做比较啊 有些人说这个打击感不如那个 说这个手感更好等等等等 我认为呢 可能是多少存在一些区别 但多少也有点玄学在 尤其是普遍反映MD版本的手感更好 首先我要说MD版本不是这个版本啊 不是八人版 更重要的是MD的那个手柄更舒服嘛 如果把手柄的因素抛掉之后 是否MD版本的手感就比SFC手感更好呢 可能也未必 因为那个时候谁也没有 就我们周围啊 也没有那种家用机用的街机摇杆 去对比一下 所以就没办法了 总之这个版本整体 我们拿它现在来看 各方面还是OK的 还是很带杆的 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吧 所以啊 这个和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吧 然后我们再聊聊啊 透明一些有趣的事情 正如大家所见啊 SFC版本的街发2 这个水准呢 还是OK的 确实也对SFC的主机的销路啊 起到了重要的推广的作用 因为格斗游戏它有一个特点 格斗游戏需要大量的练习 而如果你不会 比如说你去街机厅 摆了很多台街巴2 我说找一台街巴2 我来练一下 你练不了 我说我跟电脑练练啊 怎么着 还没等你练呢 高手过来把你这个打得满头包 立刻就滚蛋了 所以家用机版本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没有推出家用机版本之前 无数玩家都想象 如果我能在家里 有一台可以玩街巴2的游戏机 我炼将起来 我就不会被别人欺负了 这个你看 所以推出之后 立刻要买啊 那开玩笑 还是独占 那不买还得了吗 你这个后面MD的街巴2 PCE的街巴2 都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 移植的这个彩虹版 就是冠军版啊 都是后面的事情了 哪受得了啊 就是SFC的销路 一下是猛掌 大家都觉得我在家里面练了 我就可以在街机行李制霸 当然事实证明 鸟用也没有 因为你练 人家也练 开玩笑就你练吗 人家高手也各家练 人家是跟越练啊 差距越大 就是本来你跟人还打两下 因为人也没有好好时间钻研 他也是不断的要 街机行李们人太多了嘛 等到他自己家里有游戏机之后 他自个儿练之后 他跟你差距还更扩大了 所以想通过自己在家偷师 是不行的 这个没有起到效果 可是大家就觉得 我也要练 你要练 就卖啊 那开玩笑 SFC版本的街巴2 卖了600多万套啊 长久以来 在很长时间之内 都是卡普空 卖的最好的游戏 后来才被超越 被超越也就这几年的事情 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 他都是卡普空的销量冠军啊 如果把各个版本的街巴2 再加起来 那就更不得了了 对吧 所以这款SFC的街巴2啊 也很有意思 有缩水 砍掉了不少内容啊 各种东西 但他仍然是当时玩家 能够在第一时间 所玩到的最好的 家用机的版本 这样的作品 当然就对这个 你好比说 我们比如说啊 大家现在都喜欢玩 这个卢阿鲁啊 我随便举个不恰当的 你都爱玩卢阿鲁 结果卢阿鲁 当如果如果 如果卢阿鲁变成 某一台主机的独占了 那你想想 那个销量会多么恐怖啊 对吧 当然不可能去做这种事 因为如果是独占的话 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 我只是举一个这么个例子 所以当年SFC的版本的 杰巴尔的确对主机 起到了巨大的推广作用 甚至远远超出了 这个卡普空的预期 卡普空也是通过这样的作品 一跃开始成为巨头之一啊 当然 后面世家什么都去拉拢 卡普空墙头草本色 也开始净显无遗 开始搞各种花样 但是我始终认为 卡普空的墙头草呢 其实是他内心深处的 一种平衡策略的隐身 也不光是所谓的这个 没有道义啊等等 不是这么简单 商业竞争事情很复杂 但这个呢 也不是咱们本期的话题了 总之 SFC版本的杰巴二啊 就和大家回顾到这里啊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看看 SFC版本的这个 杰巴二的 Turbo吧 那个故事那可就多了 朋友们 好 那该说的也说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么多内容 接下来广告时间呢 淘宝店 各种有趣的收费节目啊 游戏类的 非游戏类的 风简游人 比如说到卡普空 就有一个小节目 10块钱 一共6集啊 每集30分钟以上的 音频啊 我的淘宝店的都是音频节目啊 视频咱们就在B站看啊 这个我的卡普空传奇啊 讲述了卡普空的发展历史 同时深度结合个人经历 加续加益 听来就很有意思啊 那其他的也都在卖啊 欣赏了Xbox传奇啊 悬案时日谈三啊等等 总之啊 风简游人 大家调自己喜欢的 感兴趣的买来听 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谢谢大家支持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再见